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5号,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钟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故宫五门和端门之间的这个小广场上 给大家看看,今天这个游客是非常非常的多 虽然今天阴天,但是也是稍微有点热的 这游客们都坐在树下乘凉的 看到没有,从这个天安门城楼穿行过来的游客还是非常的多 大家看那边打着一排汗散的那个地儿 那是一个故宫的餐厅,去故宫之前可以简单的在那吃点饭 但是那只有一些什么面条盖饭 然后还是坐在外边吃,因为里边的空间太小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故宫我经常说的这个爱心窗口 办理这个票屋的地方 但是它现场是不售票的 如果是18周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在这现场预约 还有就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在网上没有约到的话 也可以在这现场办理 还有就是残疾人员都可以在这现场办理 然后这是故宫的这个寄存处 大件的行李可以存到这出去的时候去五门去去审五门取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看看五门前的情况 五门前依然是人山人海 大家看到没有很多都是打棋子的 这全部都是跟着旅游团来的 这会儿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啊 如果是在11点和12点之间的那个一个小时啊 人是最多的时候 因为故宫啊 有个规定就是上午的票12点之前必须进入下午的票 然后11点就可以开始检票了 所以那个时间段是人最多的地方 但是人最多的时候 但是这会儿啊 大家看看啊 人也不少啊 看到了没有 可能这会儿也是饭点 相对来说要比早上啊 和11点到12点之间那会儿人要少一些 看到了没有 来故宫啊 一定要提前预约啊 要不然真的是进不去 太难约了也是 一定要提前预约 然后咱们看一看啊 那个地方啊 是国企护卫队平时训练的地方 也就是说每天升国旗 护卫队就是从这儿出去的 走中轴线啊 出去的 然后看到没有 还有这么多人呢 大家看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啊 就是五门前面啊 很少没有直播的了 因为这个前面不让直播了 一般直播的人啊 都去这个门洞了 或者是外边直播 之前啊 在前面直播的人特别多 所以感觉有点乱哄哄的感觉 然后以前那个大门也都是直播的大门口 门都是下边 现在啊 没有了 感觉这种感觉好多了 看看 东侧那边啊 还有很多进来的人啊 看到没有 这大旗子的全都是跟着团来的 但是现在都是以中老年人为主啊 年轻人不是特别多 等到六月中旬的时候 高考考完了 人就会越来越多了 看到了没有 马上就要高考了呀 也祝所有的考生 金榜提名啊 看看吧 还是这么多人呀 西侧 西侧有四个检票口 东侧有四个检票口 八个检票口呀 都在排队呀 看到没有 这会儿排队的人还算少 早晨起来 还有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的时候 排队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看看这人吧 人多是 虽然多是多 但是非常的有秩序啊 看这西侧 也是人非常的多 今天有点阴天 可能这人们怕下雨吧 出来的人没有平时人多 但是今天人也不算少 看到没有 那怎么还有一个穿着龙袍的呀 穿一个黄 穿一身龙袍的一个老大爷 估计是租了衣服去里边拍照吧 可能是 五门前就是这种情况啊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吧 就给大家看一看五门前的真实场景 那边人多 从中轴县过来的人 还是非常多啊 还是不少 好啊 好啊 好啊